屏東系的獅子蝦文物調查研究工作團隊 今天下午搭飛機前往瑞典展開為期十天的文物調查 希望可以更進一步達到研究成果的共享 最新狀況連線給記者陳純真 好 可以看到屏東獅子蝦文物調查研究團隊整隊出現在高雄小港機場 準備好飛往瑞典即將展開為期十天的文物調查研究 還有交流事務這回主要目的是進入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的庫房 從事文物檢視的調查研究工作代替一段現場訪問 那我們其實想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沒有這個機會 將這些過去百年來流流在各角落各世界各地的文物 有機會能夠返鄉來做一個策展 讓我們部落族人才看見過去我們傳統的所有的文物 好 那麼據瞭解獅子鄉公所跟國立台灣博物館 以及瑞典國家世界文化博物館 在去年底共同簽署 合作備忘錄後 就一直有持續在研議文物返鄉展覽後續規劃 那麼這回飛往瑞典一方面也彌補先前用圖錄進行訪談 還有分析的不足 而除了調查研究 團隊也將在當地進行參訪交流 以上為早消息前進考戰棚內